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420年 它是明朝建的 人们把它当作紫禁城的入口 现在 紫禁城的别称是故宫 是中国人对紫禁城的诉称 天门的名字源自于一个措辞 松明与天 安邦治国 话又说回来了 有个人当靠树面的意思吧 天安门截图成天上安静的门口 从建成以来 天安门被破坏了好几次 也被重建了好几次 由于天安门在1950年前后收损严重 因此当时 周恩来总理要求重新装修 并且对此和改进了一些事迹 为了辟邪 天安门的前面有两只柿子 桥上还有两只柿子 另外 天安门前面也有两只柿子 但它们是其装饰作用的 西边和东边的墙上挂着一堆钓鱼 西边的标语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并东边的是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政府1964年用简体版的标语代替以前的房体版 现在天安门红枪的墙中挂着一张一顾毛泽东的画像 建立1958年5月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房间碑 它是献给1842年到1949年在战争中牺牲的中国英雄和军人 房间碑的下面有八个辅标 代表中国历史上的八次革命 鸦片战争 金钱奇异 武昌奇异 武四运动 武萨运动 南昌奇异 抗日战争 杜江战争 纪念碑正面有毛泽东的亲笔子字写着 人民英雄写着 人民英雄冗吹不朽 文武国家博物馆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东边 由于博物馆的面积大约有19.2万平方米 所以掌管足以容纳一百多万的石钱古气物 博物馆一共有40来个掌管 另外 最近重新装修的博物馆 由以前的三倍大 所以掌管能容纳着 从古代猿人到秦代所有的石钱古气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原本是两家博物馆 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 他们在2003年被同意和变成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目前归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以便向全世界推广介绍中国文化 历史 艺术等等 为了庆祝建国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9年 新建了这座专利的博物馆 还有 博物馆是北京著名的 十大建筑之一 剩下的九个建筑也是1959年建的 包括北京火车站 公园体育场和博物馆对面的人民大会堂等等 人民大会堂 位于天南门广场西部 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 是党国家和各人民团体举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 从1956年起 每五年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都在这里举行 有些人以为毛泽东的葬礼是在人民大会堂办的 但其实是在天南门广场 从几百年前到1952年 天南门广场上有一个大门 明朝时叫他大明门 随着朝代的变功 大门也改了很多次名 比如清代时改名为大清门 1912年清代灭亡后 门就被叫做中华门 可是1952年 天南门扩建时 在苏联的建议下 中华门被拆除了 1976年 毛泽东去世之后 毛主席纪念堂建在了中华门原来所在的地方 当时有来自全国各地近70万人 寄院参与纪念堂的设计和修建 毛泽东希望火葬 但是他的遗体被放在纪念堂里了 每天有很多人去看毛主席 也有很多人会在门口买花给他 有些人觉得有一个蜡像在他的身上来保存他的遗体 毛泽东的第三个妻子 赫子珍最初被禁止去看纪念堂 关于原因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明 一年之后 他上书了很多次 在近两百万人已经去过的时候 政府终于让他去看一次 但是规定特别严格 赫子珍不许哭 不许发出声音 也不能跟报刊媒体提起 然而他可以跟毛泽东的交相一起拍照片 照片是毛泽东的私人摄影师 宇湘友拍的 徐静 一位参与设计修建纪念堂的人写了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 同时记下了来纪念堂看过毛主席的名人 也包括他自己 但是1979年9月 在中国政府的命令下 他的名字被替掉了 再一次政府没有说明原因 作为世界上第四个最大的广场 天安门广场天天匆忙着游客 他们是从世界各地来的 就公众的最佳利益而言 安全是现代天安门的最大的重点 所以人们在进入广场之前必须接受案件 如此以保证游客的绝对安全 游客不仅是世界各地来的 而且也有中国各地的人们 这样以来 外国人也一定会吸引中国人的目光 一个现代的天安门广场面向全世界开放 在天安门广场的周边 到处都有小吃摊和纪念品 现在天安门广场呢 容纳六十万元左右 好多人啊 如果你们还没去过天安门广场 那天安门广场就是你们 如图中不可缺少一部分 如果我们有关心事 能不能够尽住 入宽 作词 入宽 之后 监惑 入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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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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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